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饮食 或坐走 长者先 又者后 官慧读这几句话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知道它的意思 或在这里出现了两次 他们都表示列举 整段话的意思是 无论在用餐 落座 还是行走的时候 都应该谦虚礼上 懂得年长者优先 年幼者再后的道理 想知道怎样记住弟子规第十九段的内容吗 事不宜迟 马上进入我们的高校记忆联想空间吧 数字要求 通过谐音的方法记成要求 所以数字要求对应的编码是要求 或饮食可以根据含义联想成吃吃喝喝 同样根据含义或坐走 转化成坐坐走走 最后一句 长者先 又者后 还可以根据它的含义 想象成老人家 幼儿 一前一后 最后我们把这几个画面串联起来 茶要酒的时候 想着吃吃喝喝 坐坐走走 出门还碰到老人家带着幼儿 一前一后的散步 你们都学会了吗 一起来复习一下 首先 看到这瓶药酒 我们可以立马想到数字要求 茶要酒的时候 想着吃吃喝喝 坐坐走走 从而想到或饮食或坐走 出门还碰到老人家带着幼儿 一前一后的散步 从而回忆起 长者先 又者后 我们再来看这张图 尝试回顾一下刚才所记的内容 持久 或饮食或坐走 长者先 又者后 怎么样 这样是不是轻轻松松就记住了 炸车 转啦 concret讨